Miradio在YouTube频道 的直播又或者是新节目啦 还有一件事千万不要忘记 这件事我当然知道啦 交节目月费来支持Miradio 现在除了经PayPal 和亲自上去普罗之外 还可以经PayMe、转数快 或者Patreon来交月费 除了这部之外 我们应该介绍一下姨妈 那你已经看了了吧 姨妈 原本就叫做Run 现在叫姨妈 这个名字基本上大家都说 隔了很多年之后 大家未必会记得一部电影 但一定会记得名字 也非常好 咦! 是姨妈 你还没看 但我觉得很适合你看 因为本身这部电影 它里面 玩一个叫做 如果你看那些 美国 它有一个叫做新的 恐怖电影出来的时候 就是说那些女性的那种 那种阴力 和那个组业 我们也说过组业 还有说过很多那些 有时整个社会里面 有时潜藏了一种很恐怖的力量 这种阴性的力量 直到今时今日 你会拍出来说的时候 你就会找到 那个叫做无名的恐怖 这个故事 我觉得它很有趣 因为一开始 他就说给大家听 有个母亲 那他就生了个BB 但是生了个BB 那时候他一出来的时候 这个BB 大家都觉得他不行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八病前生 这个BB 第一就是他有那些濕疹 和那些心率不正 一开始那时候 已经列了他的名字 就是说他有这种病 这种病 抓到来的时候 就说这个BB 你说怎么办呢? 这个母亲里面来说 然后跟着一个故事 跟着我开始的时候 就说 那个女生大了 差不多去到那个 要开始读 就是可以去大学的那时候 大学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 这个女生 因为八病前生 他说他走不到的 经常要吃药的 但他开始就发觉 他要去大学的时候 就在等着 那个湾高华 的那个 Washington 那间大学那里 那些回音的时候 他开始 怀疑他妈妈 那些东西 慢慢慢慢 他就发现 所以就是姨妈 对了 就是姨妈 这个就是一个开支 但是整个戏里面 你会发觉 一直在推 我想 年轻的女生 就来去美国那些 叫做不得了小姐 又是现在说的 一个小村 那女生就要去 读大学的时候 离开家 离开母亲的时候 她有面对很多 那些困惑 那些事情的时候 这个故事 是讲最恐怖的版本 嗯 那个恐怖的版本 就包括 她开始怀疑 妈妈给她吃的那些药 是有问题的 也都开始就怀疑 为什么我们家里的 那个住在这么偏僻的地方 连WiFi都不是这么容易收到 打电话呢 都有问题 很多时候都在依赖寄信 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 那些故事 一直发现 慢慢慢慢慢慢 就去到一个 令到你觉得 匪夷所思的 一个桥段 那个桥段里面 就不穿一桥 但是呢 就告诉大家 这个导演 就是之前 拍的那个 叫做searching 就是人育 什么搜索 那个呢 全部是说 在互联网那里 找回女儿 一个女儿 突然之间 神秘失踪了 完全没有了 线索的时候 在那个网络那里 找回她出来 整部电影 就在屏幕里面 来发展的故事 这次呢 你会看到 她那种恐怖感的程度 就是和上一年的 叫做隐形客 就一样 那么恐怖 因为这个妈妈 那个演出 就真的 是吓得你飞起的 而且 吓得你飞起 你要看 她的样子 是很普通的女人 可能就是 邻家的妈妈 我觉得 这个制造出来 那种恐怖的气氛 尤其是 我们看 是很害怕的 因为 想不到 原来 有时候 一个母亲 如果她反常的时候 可以去得很尽 尽到什么的地步 很有趣的 而且不得不提 因为这部电影 你一说 我想 很多人看完之后 就好像 这部电影 跟沙琳一样 都放到说 她里面有很多 Hidden message 真的是Hidden message 还有她觉得 Hidden message 就跟Steven King 有另一部电影 叫做Misterly 《危静十日》 你记得吗 James Kahn 就是说过作家 是 有一天被粉丝去探访她 然后被她 是的 就是她禁锅 兼虐待 不说那么多 大家都看她 因为她里面 很多Hidden message 就告诉她 你将这部电影 和那部电影对比 那你就会更加 知道我现在说的 那些 里面的恐怖的元素 就是那部电影说的 是怎么那么恐怖 还有 然后沉上 看物人家里面 你不要以为 这件事是一个电影 可能身边 仅有一宗在阻止你 那种恐怖感 是很强 这个可以说 叫做新派的一种设计 就将女人的 即将一种叫做 女人的世界 变成了一个主导 不是又说那些父权 男人那些 但是最近也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 我不记得好像在台湾 是 就是那个老婆 在她趁她老公睡觉 就砍死她 是啊 是啊 不是 这个 这个 其实她 在我相比之下来说 这一步是更加恐怖的 尤其是对一个 十六女 因为 Steven King 大家也说 你要看It 就是小丑回云 那里 她最关注的是 美国 是有非常之多 那些叫拐大人口的事件 出现 而这种拐大人口 这些事件里面那里 已经进入了尋常汗物那里 有时有很多案件 永远 你都找不到她那个渊源 就变成了一个叫做社会的现象 我觉得那部戏里面那里 它牵涉到很多一些美国的 尤其是小镇 是正在面对的那些问题 一拐过来 我们 亚洲里面来说 大陆是很多的 韩国原来 都不少的 即南韩 其实 相比一下 香港人就比较少些 但是东北 原来是很多的 这种拐子事件 拐子文化 拐子文化 之前 你想想 那麽多时期 叫做一子政策 一子政策里面 牵涉到 有些小孩 可能是秘密删除出来 他没有身份 因为他拿不到身份 他变成了是什麽人 这种也是拐子现象 其中的一种 原来美国 他以为我告诉你 美国也不少 大家很关注 不过 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部 虽然是一个很低成本的戏 但是 整个班底 找到一个很好的社会的问题 将它变成了一个恐怖片 来拍 来到香港 正到飞 就叫做姨妈 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 这些重本的Blockbuster 有一段时间 大家也不需要看到 神奇女修集就死了 有一段时间 不见到一些 我想甚至是下半年 那些什么 占士帮 灵魂壮志 这些都下半年 起码都坐底 是的 是的 我最等的是 跌金刚 从去年的復活节 等到现在 今年復活节 都没有了 没有了 他已经说了 都是退后的了 不知道 这个 就好像一种很宿命 这样 因为这个 就是这一届 铁金刚的最后一集 原本是上一集 已经完结 但是因为 Skyfall 死的问题 牵涉到铁金刚的身世 那部戏 那部戏 是需要用这一任的铁金刚 即是埋尾 做出来 才是完善 不能够在下一任的铁金刚 那部戏 但是已经拍了 但是我们没有得看 变成了一个原案 所以大家都 最等的都是铁金刚 这个 不是我 我们 在网上看 没有 天气 没有 要在大人幕里来看 下周 期望应该是一秒拳王 是 都等了颇来 现在大家都在吹谷 是 因为他 其实去到现在 第三个星期 都有一个问题 是一个隐忧 我都觉得这个隐忧 就是里面 那个叫做 不是那么好的 你看长远来说 不是那么好的 因为 这三个星期 尤其是 今个星期 他出了很多戏 有九部戏 而这九部戏 里面 有一部 我觉得 最推荐给台长的 就是 那个叫做《九十分钟》 《Tick Down》 是的 那部是西班牙的电影 而是国际片 讲英文 讲英国 和西班牙的故事 不得相当之好看的 因为 所谓好看 它不是很新穎 它不是什么 它是那些 导宝片 导宝片的 但是 是近这三个星期来说 觉得 最爽的一部戏 所谓爽的 都有一件事 我们都不得不提 因为我们都是老饼 喜欢看一些 很男人的戏 那部戏 是很男人的戏 就是说那些 真是那些 英雄 好像 Ocean Eleven 我们都更早 Ocean Eleven 除非你说的是 旧那部 这个应该是 《小心翼大维斯》 和《非兰斯纳德拉维斯》 总之那些奪得很奇迷 但我最喜欢的是 《蟹劫少》 那部故事就是 用几部mini 去将黄金运走 拍过两次 两次都好看的 这部戏 它里面最牵涉到 就是有2011年的 《世界杯》 就是那个 其实现在它 中文就叫做 《九十分钟惊涂骇浪》 也认得很棒的 因为《九十分钟》 就是足球 是 但是那个是有家事的 应该是《九十分钟惊涂》 最棒的 我觉得它里面 就用回那个时期 然后就监 就是那个2011 那个《世界杯》 那件事件 就是在那个 《新德里》那里 马德里那里发生的一个 好像达文西密码那样 钉班的事件 入银行的事件 是一个奇谋妙计 我觉得就 我记得说的 以前就是奇谋妙计劫金砖 是 做一套很厉害的 叫做《偷龙转逢》 《Sharade》 那个就是《比特奥图》 和《奥德里亚萍》 这个 它想去到那个影子 但是它不是一个 很大成本的电影 但是我想大家看的 最有趣的是 爽朗 娱乐性 就是很丰富的一部电影 那你选择不少的 是 就是很幸運 就不是好像我们对上在风气院之前那样弱 现在其实很多好戏 而且是一些有创意 但是成本 不是太高的戏 是 不过 最主要的隱忧 就是说 他们可能连宣传的时间 都配合不了 是的 很多缘粗 是要上前线 而且它没有办法 就因为有不少戏 就拖得太久了 它都差不多 以那个叫做运作来说 或者譬如DVD 都差不多 已经出来了 有些甚至出了 它也是争取回 那个叫做在电影公映 就是拿回少少票房 不知道的 因为事实上 譬如你比较起来 就说说多一点 就是 譬如《消失的情人节》 或者这一部《九十分钟惊涂骇浪》 加上《九十分钟惊涂骇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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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讲 就是好好拍电影 上了没有 上了 刚刚也是这个星期上的 许安华的一个纪录片 那个也是相当推荐的一部电影 因为许安华知道 因为一个导演和他合作无间的美术指导 所以他一边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除了导演准备功夫做得好之外 那时候许安华也会放些材料 因为他是大导演 说这样的电影更加好看 所以里面你会发觉 基本上许安华 他觉得这部电影有人肯拍他 好了 那我就给重了材料 就是一部电影 而且我想大家看的时候 就最有趣 很好笑的 第二 那你会令到你勾起 这几十年来 譬如是许安华导演 带出来的那些电影 原来就有很多一些 叫做细致的 他拍摄的那时候的原因 勾起大家的一些 叫做世代的回忆 那是一个相当之 我想对香港人来说 是更加特别的一部 纪录片 是的 但是最期待就是《一炉香》 应该是完成了 是吧 完成了 不知道他要排棋 排棋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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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